科学家讲纠缠 我们佛话叫感应 对方有感 我们就有印 我们有感 对方有印 彼此有感应 科学的名词叫纠缠 好像纠缠不清一样的 这就是互相感应 这感应里面有正面的有负面的 正面是随身心得的 负面是跟心得相反的 不管是正面负面 不管是有意无意 总而言之 你是念念都在发誓 念念你也在接受 故意 这样你才能待遇 知诚无碍者 为凡事业缘 要居前之二义 方臣缘其无碍也 那就是 诸缘归 互并相识 我们今天讲六合金 这个道理要懂啊 诸缘过意 我们发心修六合金的同修很多 那每个人说过意 可是我们一定要互并相识 这一种事情才能做得圆满呢 就像居成无碍 这才能够方臣缘其无碍 这下面给我们解释 然必有归 方得待遇 必有变印 方自去得 这个得都是信的 必定是有 各种不同的人 那么在佛法里面 无量缘缘 通常归拿为四大类 亲缘缘 所缘缘 无间缘 正善缘 每一种缘里头 都有很多种 亲缘缘 也有很多种 要讲到根本 那是仔细 那是一个 好像树一样是根 但这个树根 它会长成树干 它会长成树枝 枝上也会长成枝条 条上有叶 有花 有果 都不立了个根本 根本是自信 从自信上看 万法是平等的 从它层层变化上 来讲的时候 这像都是虚妄 为什么像是虚妄 像有神秘 像有变化 无论是什么样的形象 这些道理 统统都居住 没有例外的 而且呢 它是相知的 相知就是 互相影响 精神的这个 一例 物质现象的 这个反应 科学家讲 纠缠 我们佛话叫感应 对方有感 我们就有印 我们有感 对方有印 彼此有感应 科学的名词叫纠缠 好像纠缠不清一样的 这就是互相感应 这感应里面 有正面的 有负面的 正面是随身心得的 负面是跟心得相反的 不管是正面负面 不管是有意无意 总而言之 你是念念 都在发誓 念念 你也在接受 故意 这样 你才能待遇 远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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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距的时候 这成形 远距的时候 就消失了 这早年科学家 就有这个说法 物质不灭 精神不灭 这个都是 四十 真相 这是我们前面学的 法无定法 如果有一定的 它就不会有变动了 它不是一定的 只要遇到语言的话 它就产生变化 确确实实 出生无尽 一切法 无不如是 在感应里面 心是它 值得 这个德是什么 德是忽俗 是苦 自也 多也 自在 无碍 自也多也 后面有诸解 什么叫自也多也 它举了一个例子 为如十数中 一到十 那一呢 是自己 自也 后面二三四五 一直到九 那叫多也 自也多也 自在无碍 用我们团队来做比喻 最好 我们这一半 有十个人 这十个人 是个小团体 对我自己来自也 对其他九个人 是多也 自也多也 自在无碍 自也自在 我们团体也自在 今云 诸法无所依 但从和和起 所有的法 都是有这个现象 一切法 无所依 都从和和 就是 众人和和 而先起的现象 现象 是圆距 像没有了 是圆散 来的这个现象 现象是假的 圆距 圆散 你从这个地方 再看出来 像不是真的 像是假的 距与散 也是圆 有圆就像距 无缘的就散了 随时 无量因缘 陈旧 舍法界的 一真转眼 阿尼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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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尼陀佛